针对港岛区近月发生的爆洩案件 警方联同飞行服务队 在半山道山顶一带 执行反爆洩行动 今年1月到9月 中区共录得26宗爆洩案 较去年同期多三分之一 中区警区今次反爆洩行动 涉及陆匡两方面 地面派出警犬队 特遣队 野外巡逻队等 到麒麗山和金马铃山一带 明白吗 Yes Sir 搜查重林的隐蔽位置 还有可能有不法分子匿藏的地方 而无人机队和政府 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到高空偵察 三路四通发达 我们要去围捕这个查人是比较困难的 而我们的做法就是 第一时间就通知我们相应附近的同事 做支援 做一些围捕 我们日常有时也会做一些埋伏的行动 日晒雨淋 蚊钉虫咬 也都要跟野外动物作伴 警方有提醒市民 不少贼人会爬上山坡或树 然后潜入住宅 因为现在住宅的保安设施充足了 很多时候已经经过一些感应器 已经触动了警钟 而通知我们警方去围捕这些查人 所以就比较多一些海人案件 就是不能够成功犯案 警方说会继续加强警民合作 并且与其他部门展开联合行动 利用最新科技去打击暴舍罪行 无线电视记者林婷婷报道